小老高大乐趣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早安午安晚安 欢迎来到坏水的玩乐仓库 是司陶 12月19号开盗手日记第19天 进入倒计时阶段 往往此时此刻会出现一些 不明所以的悲伤情绪 但我不悲伤啊 能快点送走他们感觉挺好的 来吧19号 看看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是什么东西 谜底揭开 它叫做甘草驿站 好像又在玩什么高级的东西 通过封面照片可知啊 它驿站属于圣诞集市的后台 圣诞老人呢在前面休息 小鹿也需要补充一下体力 何况这只麋鹿它是个孩子啊 所以人类礼物靠边 先填饱肚子吧 对套装背景来说是挺合理的 但单元内容嘛 也蛮离谱的 它不解释我真的会理解 船门口排队的那种一米线 希望哈利波特不要搞我 紧张又害怕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了呀 好的 是海格的摩托车 跨斗摩托车 估计很多年轻的朋友们都没怎么见过 记得海格当年好像是问狗爹界的 回到迷你摩托本身 这个辨识度嘛 有点问题 肯定不是第一眼就能懂的那种 相当写意 底座深蓝色血泊代表的到底是屋顶还是海浪呢 个人比较倾向于是第一部电影当中 海格去找哈利然后送蛋糕的那个场景 之前的哪部倒数日曆 给了海格给哈利做的那个蛋糕 哇 那个真的好精致好想要啊 就算是你二成四限制了发挥吧 开到倒数第六天 我已经不想比较了 感觉这两盒后期基本上精彩和无聊程度 都是同步的 属实难为无米之炊 谁的我也难受 但是祝大家能拥有美好的一天 我是思陶 这里是换系的玩乐仓库 我们明天再见吧 Ciao